生产文明和气候是什么关系 有的人跟我说 冬天到夏天几十度我们都不发的 一两五度不得有那么可怕吗 非常可怕 比如说今年早期 有一个科学方面发现 阿拉斯加雪械 就是Snow Climb 下的十一只就消失了 为什么呢 因为海水的温度变得一点点 我们都看到今年的 一段气候的变化 我们人呢 还能够应对海水浅了 但是很多生物它还不应对 它就会消失 消失之后它就形成了 动物效应 一路生物消失 导致和它相关的生态系统崩溃 这就我们一大事 在靠十五上最后达成 昆明蒙特利尔 全球生物端架架架约上 把气候危机 列为生物端丧失的 五大危机 这是我们应对气候变化 一个重要的原因之一 它对于我们的生活 忽然有重大的影响 那是有限尺度的 在大尺度上 对于地球的生物系统 它的影响就更加严峻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要开始这些的文明 当我们失踪 我们失踪 我们失踪 我们失踪